那麼老師呢 您可以先到我們這個OneNote 這個平台 那麼 您在這邊的話呢 上面這裡有一個會員登錄 您就從上面點一下 那剛剛有不少老師都會出現 就是那個 他說什麼不安全 就是在這邊 因為你們有的打開的時候啊 它其實 是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老師對於現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通訊協定的部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以前都是HTTP 就一般的 但是現在通常後面如果比較 有牽涉到機密資料 就所謂的帳號密碼啦 或交易資訊的 它通常現在Google呢 或其他瀏覽器 目前以Google為主 就是 它只要沒有加這個的 它就會告訴你不安全 但是其實說呢 有加S也不見得是安全 只是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 這個部分 那所以 它可能會有一個畫面要提醒大家說 你要不要繼續瀏覽 那你就按繼續就可以 那麼 在這邊呢 您註冊的時候可以選擇 看是要用這些所謂的社群帳號 授權 這是最簡單的 你用上面這些 那如果說你想要用Email註冊可不可以 在下面這邊 有一個註冊 你就按一下 那在這邊呢 填上您的姓名 Email 還有你想要的密碼 但是呢 這邊它就會送一封認證信給您 所以您要去收信 去那邊去啟用您的帳號 那當然如果老師您覺得 你 今天想來玩玩看而已 其實 OneNote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所謂的訪客 也就是我今天都不做授權 你不要提供Email 像在學校裡面 我們常會遇到這種情形 就國小的也好啊 或國中高中生 他就 現在他們用信箱的機會很少 我通常就用訪客 但是訪客的功能會比較少 稍微少一點 稍微少一點 所以 我比較鼓勵老師 您就是 先玩玩看 先玩玩看的話 您可以 這樣 那如果不要的 反正 那個帳號也還好 也還好 所以我現在用這樣取得 這一個 如果你是用訪客 它就會取得一個 八位數的代碼 那同學只要 就是老後的老師 您只要記得這代碼 下次呢 就是一樣在這邊 他剛剛在這裡有一個 訪客代碼的部分 你就不用再取得 就直接打相同的 那這樣的話呢 您的學習記錄 跟會員一樣 您曾經用過的學習記錄 閱讀的記錄 加入過的群組 就通通都會繼續在裡面 好 都會繼續在 你看我了解的 這樣就進去了 這樣就進來了 那待會呢 您進去之後呢 預設是在 所謂的發現裡面 這些是公開的 所以 其實您在這個 翻轉學習平台上呢 您會看到 很多其他老師公開的資料 所以 現在 一進來 老師就是在發現裡面的 所謂的課程 那只要是發現這個單元裡面的 這個單元裡面的 都是公開的 就這個單元啊 課程群組 都公開的 只是呢 單元是好像單一個教材 課程就是整個課程 扯在一起 那 我們的資料是放在群組裡面 群組比較像是班級的概念 所以它有比較多互動 有比較多互動 課程啊 單元就比較單純 就主要看教材為主 那我們現在呢 帶有老師 你就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 那我剛剛已經有開放了 我們就在第一個 有沒有 好 就在第一個 所以您點進去 點進去 在發現裡面群組點進去 右上角這邊就有一個加入 有沒有 這個交 您這樣子 就可以進到我們今天 的這個 群組裡面 那我們的資料 因為各位老師手上拿到的只是一部分 但是我們比較多的資料包括簡報啦 那些其實我都放在上面 而且我們這樣比較環保一點 你就不用帶太多想要看的時候自己上來看就好 OK 那我把畫面還給老師 等一下呢你就可以試看